这一块是会叫宗教保余地 叫我后面这一块 他们呢就是由非法手段 租给一些社会有名的人士 他们有那个钱头大豆税大豆之类 这个是已经很多年了 就是国政留下来的那些传统 那些大豆大豆税租了 用非常便宜的租金租了 然后就转租给第三方参加来做其他用途 大多数都是做食物啦 想换东西啦 或者就是在路边开档做手持 不然就是卖水果榴莲之类的 或者是行车甚至比较大快乐的就用来买卖驾驶 就是很多啦 而在加东一带呢最出名的就是有一个 印度人士达豆3 还有一个是开酒店的时候也是有大豆 还有一个是卖大手车的啦 所以我想警告这些第三方的商家 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给这些人租金了 不用给租金 你们来告诉我 是谁跟你每个月收租金 而且每个月你给多少 如果你来找我们 可能我们会考虑 深庸的考虑 来向你跟政府那方面来申请那块地 让你直接拥有 直接给租金 如果你们季节合作 不要来告诉我 如果我们发觉到 我们会叫市政局或者是有关政府部门 就是 terminate 就是赶紧出去 还给你那个高的刑罚 甚至把你抓上去法庭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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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